《与世纪》《与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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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 与世纪的 比较高年级的学生 还有 各位老师和我们这边的发心一共 一起 利用短短的时间 我们做简单的交流 所以今天 我们用这段时间 短时间 来谈谈一些讨论 或谈谈一些想法 与世纪的学生 和学生 和学生 首先 很熟悉我们 来自各个地方 一些发心的老师和一共团队 因为你们到非洲 这个国土 帮助我们 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 从我们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 非常伟大 也是这种精神 或者说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 我这次第一次来非洲 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也到了 开普顿 还有其他的个别城市 这里有很多中国的华人 他们有的在搞企业 有的在搞其他的项目 说是赚了很多的钱 也很不错的在这里 但是我一点羡慕都没有 我到了这里以后 你们来自大陆和台湾 还有包括我们 本土的这个 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 你们帮助这些 没有父母的孩子 这是非常 从发自内心来讲 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去训练 Africa 我也训练了 South Africa 包括 Cape Town 我训练了 中国人们 有些人 有些人做事 他们训练 他们有很多钱 但实际上 我并非他们 但是我来到这里 看到中国人 台湾 也训练的地方 也训练的地方 你也训练的地方 帮助他们 也训练 其他人来到这里 我训练的地方 我训练的地方 从我的心里 我训练的地方 那么 这样的精神的来源 动力 主要是来自于 你们成为的和尚爸爸 因为他刚开始 没有这样的 发大心的话 我看很多孩子的 这个命运 不可能是今天的 将来到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更明显 也许在这个时候 我们包括和尚爸爸 和我们在座的 很多老师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这些孩子们 在全世界的各地 有了他们的事业 有了他们的工作 和家庭的时候 才知道我们前人 所做的一切的这种努力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你的行动 是由 你的 勇气 或是 你的 和尚爸爸 和尚爸爸 在四十年 或五十年 这种改变 更大的 改变 和尚爸爸 在那时 和尚爸爸 和尚爸爸 和其他教育 都不存在 这个世界 但是 现在 在那时 你可能已经 去到 每个地方 在这个世界 做了 一切的工作 做了 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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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你们 在座的人的 学习 管理 包括 造成的时候的 年诵 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 未来的 无性的财富 现在看起来 可能 它不一定值钱的 但是 对每个人来讲 在未来的成长 未来的 生涯当中 它 的确是 值钱的 的确是 里面是有 可以说是 无上之保 所以 当我来 我看到 你的研究 和你的 管理 以及 你的 明天 我感觉 这些都是 财富 不是 现在 这是 非常有意思 而 在未来 你会觉得 更有意思 更有利 所以 当你 看起来 你会觉得 这个 价格 价格 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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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 对 如果 能传递 能 互相 分享 实际上 每个 角落 地方都可以 开化 结果 如果我们看 人们 在世界上 我们有不同 的色彩 有些人 是白色 有些人 但是 这些是 在表面 我们在 我们都会有爱 而且 我们都想拥有爱 我们都需要爱 如果我们可以做 这些爱 我们会看到 每个地方 是一个好地方 是一个幸福的地方 当然 我们要培养一个人 说起来 非常容易 任何一个道理 最深的 最难的 我磕头上 嘴巴上 说那 非常容易 但实际上 去做 去心持 这并不是 那么容易 所以 你们在座的很多 老师和一共 实际上 长期 在这样的 可以这么称为 无边无际的 沙漠的荒野当中 狂风 四起 然后 整个 社会的资源 极其缺少的 这么一个地方 能坚持下来 无私的奉献 这就是一个菩萨 可以称之为菩萨精神 所以 它不是很容易 很难 很难 人们 很难 很难 我们可以看到 我可以做这个 但是 它不是很容易 做这个 行动 不是很容易 所以 我认为 团队员 订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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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你可以选择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在座的 发行人员当中 非常风险 非常风险 而且 没有更好 的资源 但是 你选择 住在这里 帮助人们 这段时间 我认为 这是非常 自由的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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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自身没有一个很好的 这种利他的思想 或者说是安忍 容忍的思想的话 可能在无论是在那个地方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你们发信工作人员 我引起的一个希望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在这里发信一年 两年 十年 八年 发信多少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商级的领导 要会随顺和配合 那么跟自己的同等的这些同事呢 要和睦相处 给下面的学生呢 跟下宿的这些人员呢 要有一个慈悲心来爱护他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做人的标准 虽然你们来到这里的精神很可嘉 但是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不好的话呢 对周围的人带来一些困难和困扰 我看到这些困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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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难的 也不必要那么想要有想要统一样的 但是你必须要学习能力和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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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ad a lot of volunteers work for our organizations. I know what happens among people.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tolerance, forgiveness, because it's not easy to avoid conflicts among people because we all have our own habits and our own thoughts. so you have to find a way to cherish this opportunity of your volunteering work and to be selfless and don't be selfish and be tolerant so I really have this hope in my mind every volunteer here I hope you can work here for several years even eight years ten years for a long time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you treat your supervisor please respect them and when you treat your colleagues work in harmony and when you treat children please be compassionate that's my hope for you 我去过很多世界上的一些科技发大的城市啊 一些大学啊 但是走完了以后就没有很多 牛下没有很多精彩的影响 当我以前去过柬埔寨 我以前去过一些泰国的一些男民 在哪里的一些孤儿园 在哪里的一些贫困学生 那里呢 给我留下了一身难以忘怀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的一共呢 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也许一生当中根本找不到的很多知识会学得到 and just now I forget one sentence that was so if we cannot get along well with each other then our communication will have some problem then people will feel confused I have visited a lot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some of them are ver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very modern urban cities and also universities but I was not so impressed by those places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when I visited Cambodia and visited where those refugees from Vietnam they lived on the lake and those places these are very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or me so I think it's also true here for you voluteers working here you will later in your life you may find you have the chanc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thing that you cannot learn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我们生活在比较艰难的日子当中 或者说贫困的环境当中 那么人强迫性地会增长许多的这种怜悯自信 人也会强迫性地增长前所未有的智慧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激发我们的智慧 和激发我们的潜能的方法呢 各式各样的 因此表面上看呢 我们这里的很多老师 赖到这里来帮助别人 但也许你最大的疏忽呢 是锻炼自己 磨炼自己 你自己呢 也许帮助自己是比别人得的更多 因此我们每个人 往往都是所获得的这种财富呢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 无心的一种反馈 无心的反馈 反而自己呢 就梦然 获得更多的 无法想象的这些财富 所以 living in this place where the resources is not so adequate it's a great chance for you to have your love compassion and empathy grow much stronger and also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to gain this kind of unique experience and learn more knowledge that you cannot learn from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and it looks like you are helping other people but at the same time when you are helping other people you can greatly benefit your own yourself and this benefit is intangible you cannot see it but later in your life you will find this kind of benefit that you gain from helping or benefiting other people is really significantly immense and it's out of our imagination 我本人 有时候 我喜欢 接触一些 世界上的 研究科学 和研究宗教的 一些 定见人物 我也 很喜欢 研究 特别 深圳的一些道理 虽然有些道理 我现在 没办法处击 但是 我很 愿意 去接触它们 同时 我也很 喜欢 借助一些 我们世间当中 是应该 所比较 落魄的 非常贫穷的 极其 下等的 这些人群 我喜欢 我喜欢 与 学生 学生 和 学生 和 教育 学生 我喜欢 接触 他们 学生 和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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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学生 雖然我不能解釋它在第一次的一段時間 但是我會有這個興趣 去學習更多,去解釋更多 在同時,我喜歡更加均衡的人 或你可能會看到一些 inferior群人的群人 因為我喜歡學習更多 我希望有不同的經驗 大概是在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我租房過一個 我們家鄉的非常非常貧窮的家裡 後來我沒有想到到他們家裡以後呢 一無所有 只有一個很小很小的袋子裡面 有一點糧食,有一點我們所謂的脏霸 除此之外,整個家裡 什麼家具都沒有,什麼財富都沒有 還有一個病人躺在床上 我自從那個時候 我親眼看到那種情景之後呢 我對自己的這種吃飯方面從不挑剔 我覺得我們無論是在哪裡 只要有一口飯吃的話呢 好也好,不好也好 從此之外都應該可以 所以我十多年以來 我以前是比較挑剔的 這個好吃,那個不好吃 今天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和要求 那從此之外呢 我自己對自己有一個要求 我想我們以後應該 只要有什麼就可以吃得到的話 都可以 所以其實世界上 在我的家鄉 我的身邊 還有那麼多的人的這種生活狀況的話呢 我們不應該值得自己再挑剔 所以有時候可能 我們去住房一個貧窮的家裡 或者接住一個孩子的時候 如果你有智慧的話 你從他的身上和他的生活當中 學會一輩子在其他的大學裡面 就是學不到的作人的道理 所以一年多久 我曾經在家庭的家庭見到一家庭的家庭 我發現他們沒有什麼在家裡 只有一點點的食物 是一家庭的泥巴 還有一個悲傷的 而是每一次我看到很多那些庭健身 我看過天庭的家庭 因為一直在家庭有什麼 過程度我吃得很好 在家庭吃好餓 我沒有選擇 我沒有選擇 那些單子的食物 我沒有選擇 但我只選擇 我沒有選擇 我沒有選擇 那些菜單子的食物 所以 所以在10年以往,在10年以往,我只能保持這種習慣 我不太貴重了,因為以前我太貴重了 I just feel any food will be like now Any food is good as I can get good for myself and I don't feel hungry that's okay And also because when I think in my hometown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not meet their basic living condition I really feel this something inspired me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them And I feel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not learn You cannot experience even in universities Something that can help you to learn more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下面我讲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 以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昨天也说了 第一个你们作为本土的老师和学生 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莱苏陀这边的文化 你的语言文字你的传统的个物 昨天我看你们的传统的男生的个物和女生的个物非常漂亮 就是这个就非常非常好 一定要保持我们自己的每个民族的宗教思想 传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 所以我说了一天 我认为你学习的训统文化 我认为你学习的文化 训统文化 文化和文化 文化和文化的文化 文化和文化 文化的文化 文化 文化和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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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韩语 因为学韩语 其实并不是我们 或者说是台湾人和他们 把一些韩族的文化来冲击你们 不是这样的 我去美国和去欧洲的很多国家 其实他们的很多的 包括一些国王的家庭的 以及国家的高层领导的 所有的这些孩子都上大学 就在读韩语和英文 所以我们将来的21世纪 22世纪 很有可能是 就以前有一个科学家 叫做汤安比波斯 他所说的那样的 就很有可能将来 韩语和英语 就是控制整个世界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每一个孩子 能精通韩语的话 对你们未来的人生路上 开辟了很大的市场 所以在同时 在同时 一件事我想要称赞 尤其是 尤其是教育 从地区的地方 也许多 也许多 是很重要 你学习中文 不是因为 中国人或台湾 他们在中国人 他们在学习中文化 使用中国文化 因为 我认为其他国家 I found out there are children from the royal family and also those national leaders' children they are studying Chinese and English too because in this century and maybe in the next century, the 22nd century English and Chinese may b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n Engl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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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ish Dr.Tong Yu Bi and he said in the future,Chinese and English may be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the whole world So I think if you study these two languages very well Then you may have a brilliant future in your life 然后学英语啊 学英文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将来的时间当中可以这么说 这个英文呢对我们的那个孩子不仅仅是能了解一部分的用法 一定要更是一些英文的基础 英文的用法包括协作等等 我们英文老师呢也非常的要值得重视 我们学生的未来的这种前头 因为我们其实一方面身体的锻炼非常重要 昨天看孩子们在这个身体的功夫啊 确实是 英国的很多学校里面也是这样的 非洲更不用说 所以我就应该理解 我刚才在说 比如说现在全世界不管到哪个地方呢 要坐飞机的时候经常用英语来介绍 那么这个成为现在这个英文呢 已经全世界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的主流语言 那么我们在座的孩子们 昨天我看到很多身体上的功夫啊 非常难以想象的 已经人锻炼出这样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智慧都可以这样磨炼出来 当我们磨炼出来的时候呢 任何世间当中的一些困难 任何世间当中的一些主案 不会挡住我们的 我们都会很容易轻而易举地超越他们 轻而易举地可以接触他们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就是先从韩语 从英文 从英语 还有呢 你们来搜索自己的本民族的这种语言文字和传统 那么这个按照学校的中的要求呢 我是非常赞叹的 一定要 我们仍要有一种全面的发展和全面的开发 语言作语言 英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孩子 你要要有这样的教育 第一,你要就是念个年语 才会说语言 语言 也论语言 卖要不做护帐的 语言 and find out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teach the children and yesterday I realized on the kung fu performance I was so impressed I thought that's amazing because you emphasize exercise and workout so that's a place that has a kind of a place that we can work on this aspect and this is true in Eng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so the navigation here is used in Africa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you should realize that English now is globalized in straight language and we should really emphasize that a lot and for the physical kung fu or exercise on our body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but at the same time language and knowledge are also very important I think this can be very big kung fu I think if you work hard you can also master language and knowledge and you will get great achievement and then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your lif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difficulty or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your life you can easily translate it you can easily translate it so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to study English, Chinese and also your local languages in the city and I really see a high praise of what you are doing right now and I think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is important 足够作词 And that friends of the students and voluntad You do not matter my interest 然后我们在座的学生和还有一共 包括本土的经常参加造商的念诵 还要涉及到一些佛法方面的 这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个佛教实际上是可以这么说 这是对调节我们心灵的非常深圣的一种工具 全世界的现在 我刚刚去了英国的比较大的一些大学吧 比如说英国伦敦大学 还有牛津大学 还有监教大学 他们的每个学校里面都有社友 佛学禅修中心 研究社 那么他们的教授 他们的学生 他们的这些其他的工作人员 都每天都按照佛教的禅修方法 整年禅修 然后从他们的修行过程当中 对自己人生带来非常无比的利益 以前经常别人这么说 我这次前一个月从欧洲过来的 我亲眼看见 我采访了很多很多的教授和一些学生 他们说佛教的这种教育真的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和 还有这里的老师 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机遇 这个创始人是佛教徒 然后我们现在专门有法师给大家带领 就是长颂和带领这样的修行 在这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机遇 这种机遇可能花多少钱也是买不到的 我认为你们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机遇 而且也有很多的教授的学生 在你的生活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好 因为你的理念是一种精神的教育 这是一种学生的教育 而是一种学生的教育 我认为了一种学生的学生 我认为了一种学生的学生 在这个时候我认为了一种学生 在这种学生的学生 大学生 以及Oxford 中古屋! 由于目前课程度地 都有在学校上 社会 所以你们可以买的 学校 教教的学校 学校 是一些学校 这些学校 也许如此 在一些生活中 他们当中的学校 ronomen 学校 这些学校 我听到这些学校 但我许到这些学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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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些老师可能是本土的宗教 或者说是有一些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 也许可能会担心我们学习佛法 修行佛法会不会跟自己的习惯和教义冲突 实际上是不冲突的 佛教的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跟其他任何宗教都可以圆融 因此我是一个佛教徒 佛教当中出家人 但是我也经常去伊斯兰基教堂 我也去经常基督教的教堂 还有时候跟他们一起祈祷 跟他们一起供党 颠党 我觉得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超越的这种心灵都很有必要的 因此你们当地的这些老师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修行佛法 因为你们修行佛法以后 你们心灵会很安静的 会快乐的 你们遇到任何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会想到这是叶赢过的 这是万法度数无常的 三宝会给我加持的等等 有很多的道理让你的烦恼痛苦会平息下来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真正的佛教呢 你们不管是任何宗教都可以 你们的教义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的宗教全都是一种 对人类尊重和和平关爱 所以佛教的内容 诸我魔祖 诸中山奉行 四经七义 十足佛教 也就是说不做坏事 尽量做善事 要自己的心调整得非常清净 这就是佛教 这样的话 你是基督教的教徒 你用这句话能不能适合你的教义 你看一看 如果你用其他的宗教 你也看看 不做坏事 要做好事 我们的心得到精华 快乐 那这样的教义我觉得佛教的教义 可以融合所有世界上的真正的宗教 当然世界上有一些对人类健康有害的邪教 这个可能不一定适合 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 而且一定要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以后 才能你自己的个人的人生会有转变 所以我认为 我们的基督教 和基督教 所有读者和基督教 所有读者和基督教 都相似于所有读者和基督教 因为所有读者和基督教 都相似于人物 然后都aiah们客人 还有佛法 这就是佛言 这就是佛言 如果想跌托吧 这个要看这个 所有语言 你就可以 Gud 想跌下 我们因此 或是你论文化的 如果您看得到的 你会觉得佛性 是真的 是同样的 其他人的论文化 当然 我不是说这种 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学生的 所以我们学生 学生更多 如果您真的 学生的文化 You will find your life of truth 最后我提两个希望 一个希望 我们的法兴老师 最好你自己写一个 你在非洲工作的日记 将来对你的人生很有意义的 包括我们学生们以后的讲座都会写笔记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很多精彩的这些事情 再过了一段时间会忘记的 所以你在这里带来五年 带十年 带二年 整个每天都是写日记 到最后你就写成一本书的话 也许后人看来非常有意义 所以第一个希望大家要学会记录 包括孩子们 我在我的好几个学校当中 要求任何老师降座的时候 高年级的学生必须要给我记录下来 这是以后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每个老师 以后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应该你所有的这个经历 哪怕是今天你跟别人吵架 这个经历卸下来的话 再过几十年以后也许很有意义的 这是第一个希望 so finally i have two hopes for you the first one is keeping notes so first for volunteer teachers i think it's a good way for you to write that list for your state to record your state in Africa and you can write down what happened each day in the several years of your staying in Africa or maybe ten years and finally you will find a book and that book can benefit a lot of people in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and for students you can also take notes in classes and also record something happened wonderful in that day and for myself if I go to give lectures in school sometimes I request them to take notes especially the senior students and if you just write down what happened in that day even if you had an argument with someone else it will be very meaningful after some years then you will find it's something that can give you a memory that can help you in your life 第二个希望我们可能佛教老师 还有我们其他的老师尽量想办法以后孩子当中 包括我们的一共当中有一些佛学课 也许可能有 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我们不断要念诵 因为寒传佛教本来对文思方面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光是会念经不信的 要懂得他的意义 我昨天看到你们心经念得很好的 但是我们心经如果不会解释的话 眼睛 耳朵 鼻子都没有的话 大家会产生怀疑的 不管是非诸孩子 别人也好 怎么佛经里面说眼耳鼻舌身都没有 我有啊 那佛教到底说什么 可能会产生怀疑的 所以我们老师要懂得讲神异地的时候 这些都没有 世俗的眼睛 鼻子 耳朵 我也有 你也有 应该跟孩子们从小都要讲一个佛教的基本的 比如说世善 六波罗弥多 这些都是我希望法师不断给他们代理念诵 还要在每个礼拜当中 给所有的学生从小 一步一步一步都要给他们解释的话 他们唱到之后 自然而然对这方面的道理上的理解 因为有时候念诵就像唱歌一样的 它有一个功德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从教育来入书 所以我很希望法师也好 其他老师基本的佛教做人的道理和 包括佛教的一些名词从小都学 否则他们很快就毕业了 这个时候如果这一年根本没有讲任何的课 那光是《心经》可能会念 但是以后我们现在很多大人都不懂解释 他一辈子念《心经》 我又一次遇到一个人 他念了二十多年的《心经》 然后我问他 言尔比赛生没有 怎么说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一直念 我喜欢念他 这样不行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动到 这个是我的最后一个希望 当一会儿我们非洲人希望给我提问题 中国人肯定有问题 不要紧的 我们也和老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 希望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 你们提任何问题都可以 看你们当一会儿据述 我希望最好你们还是提出一些问题来看看 是的 我的 second hope for you is if you 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in there because it says there is no ear, no eyes, no tongue and also no form, no sound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t you will think, hey, I have my ear, my eyes so why do you do this? in the stereotype says there is no eyes, no ear what's going on there? so maybe a teacher can explain this to the children or other people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is because at the active level, there is no eyes, no ear but at the conventional level, we all have ears and eyes and everything that we can see if we don't explain this to the children they get confused no matter if it is African children or Chinese children or children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also need to explain what is the ten virtuous actions and also the six paramita the six perfections and some basic Buddhist terms and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as a Buddhist so if you do not master or grasp this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 children while they are still in school they may be graduated very soon then they can chant the sutra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so I think it's my advice I suggest suggest for you that is maybe teachers or the master can explain the meaning of the sutra maybe once a week then when the children grow up the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lthough changing the sutra is benefit and have a great merit to do that but I think the education of the meaning is more important and once I met a man he had changed the heart sutra for over two decades but when I asked him do you kn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t and he said no I don't I'm just checking it so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we should avoid and then later after this we can have a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and maybe because the Chinese staff we can have a Christian answer when we are 15 and we have other chances maybe an African volunteer and children can ask question I am the same I am the same I am the same and the children I am the same 可能没有准备好 但是呢 有没有人问 随便可以问 你们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不解释处 You may not be prepared to ask question but don't worry You can ask any question that you think is maybe you are confused by something any question you will be acceptable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一些问题 但仍然 我想知道 是佛陀性 是一个信息 他说佛陀性是相比 每个人的信息 我只想知道 我们每天生活的意义 可以这么说 佛陀性在我们生活中 可以这么说 佛教的确 跟其他的人和宗派 不但要圆融 还有佛教当中讲 如果说其他宗教的过失 犯戒律 而且佛教在魔咒意义上面 它是一种教育 它可以让人的人性 创造出一个奇迹 不好的方面进行西调 往好的和正善美方面进行发展 所以佛教是一种教育 因为它是在世界无道宗教制 在某个意义上面 也可以称为它是一个宗教 所以佛教是 佛教是 which has graced the precept of Buddhism so we never look down on other religions and you can also see Buddhism as an education education that can bring miracles why? because serving the education of Buddhism we can purify our negative thoughts and actions and improve our personality to do more virtuous things and since Buddhism is also one of the five major religions and you can also see Buddhism as a religion so it's both religion and also education is that a wa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ok, thank you 上次我想請教您一下 在那個 in Buddhism 就是猫头鹰是好还是坏 猫头鹰有一种说法就是它是好的 因为它很有善巧方便 它看到鸟泪的时候 它用它的翅膀给别人显示 看到一些书裙的时候 它用它的爪子显示 所以它在不同的地方 它发挥出自己的善场 也有一些人在民间当中 有些人说它是尿满派很坏的 因为它很假的 还说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料 就是民间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佛教当中 就可以成为它是比较好的 对 所以说到猫头 在佛教中 有两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猫头鹰是有特别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鸟泪看的是 它害怕它是有些人 而它们看到 PBくSQL的 将其是有些人 它们看到其他人 的颜色 一种猫头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雷鲜 它们不是硬之 它们不是硬之 但同时 我们看到猫头 也是一种好的 anime 是佛教中 我可不可以带他们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常常跟孩子说 我们在长生的时候或者平常 常常会有龙天护法在保护着他们 那请上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佛教里头龙天护法指的是什么 这样的 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当中有一部分人世间的圣 可以叫它是有一种非人的形象来经常帮助 包括我们的四大天王 还有天上很多的天资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人们 这也是佛教在寺院当中经常有四大天王的修法 四大天王的这种造像 还有一些龙王 所谓的龙 实际上佛经当中也专门有一种叫做龙王 秦文经等等 这样的话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土地圣 每个碎圈都有大的龙和小的龙 他们有掌控 所以这种龙特别喜欢一些干净 清净的 因此我们对虽缘保持清净 对龙王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们平时比如说做供养 做布施 这个时候专门有一些联诵的祭诵 通过这种联诵的祭诵 对整个天龙八部有帮助的 虽然我眼睛可能看不见 但是无信的这种众生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多的 我们应该要相信他们 我们说明了有些奈良的奈良 还有八诗语的奈良 也有些奈良的奈良 还有四个奈良的奈良 也有四个奈良的奈良 也有一个奈良的奈良 是一奈良的奈良 奈良的奈良 我们所份的奈良 有些奈良的奈良 但他们尊重学习近郎 这是很重要的奈良 我们也会在祂祈祷 这样子会更开心 他们会比较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起 小众帮我问一下一个老师 他们这边的人和一个老师 讲一下他对佛教的看法是什么 这是一个我问的问题 然后我问的问题给任何一个学生 他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将来当什么 这个分别我给他们的本土的老师或者是学生 我的两个问题希望他们回答一下 这是我们远峰学校的校长 OK 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做一个人 OK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那一个学生我的问题刚才 有什么理想 你们刚才有听到吗 上师在问你们 你们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你们以后的职业要做什么 来 谁要回答 谁要回答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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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 不要开休门 来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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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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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的学生 你以后讲哪里得要护士 我一个过程要当护士 为什么 为什么要当护士 护士很累哦 你不怕累吗 不怕 很好 好 谢谢你 OK 大神说啊 你看你们昨天跳得那么高 我们的信仪要超越知道吧 大胆 你们用英语说也可以 韩语说也可以 对吧 我有没有想要做一个医生 做医生是吧 是 为什么 要把医生做医生 跟大家交流也可以 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突然设计 这个是这样的 我学校里面我突然问他们 他们谁都问不出来 然后我说下一次我要问问题 你们准备好 就是下一次问题都不得了 所以我都答不了了 其实上次他们原来就有很多问题 一下子就想不下去 听aca 一下子就想不下去 所以自己很理解说做 Project framework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作助计学习这班教育 可能就是还更来自下 naza 而甚至甚ち也未来最良心意 其实我是应该可以说吧 研究和学习很多年了 包括我对世界的其他宗教 科学的一些原理我也感兴趣 但的确佛教是对我们的人生 包括对未来的这种向往 美好的一种蓝图 就非常有必要的 当我们要学的时候 就可以从虚须见尽 先从基本的一些人生难得 宿命无常 还有我们的轮回 大乘佛教的法菩提心等等 这些是佛教的一些专用的名词和修行 还有一种 佛教跟现在的心灵科学 人文科学 以及包括量子无力的这方面的结合 这也是佛教完全跟得上科学的这种进步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时候 可能要花一定的时间 我希望我们老师们 应该以后多了解一下 多了解的话 其实对你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将来也许可能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赚大钱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不一定很快乐 现在人们越有钱越痛苦 很多人不快乐 但我们佛教当中的一些禅修的理念 尤其是佛教对未来的真正的一些发愿 我们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是一个很大的愿望 但刚开始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刚开始我希望学十三语经 也就是说生育义 佛教讲经常断除十不善业 行持十善 这个虽然它是佛教的一个说法 但是现在看来全人类的 任何国家的人都应该要行持十善 断除十不善 如果没有断除的话 这个国家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痛苦的 所以十三语经开始学习 可能对未来精神来是最有用的 所以我自身 我曾经学习佛教育 过几几十年 我还有很多关注在 其他人和科学 我认为佛教育 我认为佛教育 是很重要 为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未来 我们要认识 我认为你用这种概念 鲜的 basic concepts 可能在鲜海 首先你会会理解 我们的 smart人生 我们的体系 我们的生活 很难受 不然我们的身体 也不知 争晴 samsara or sacred existence and also the Buddhicitta and Mahayana Buddhism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and basic concepts in Buddhism that we can start with and also we should understand Buddhism from different aspects you can find Buddhism also related to psychology and humanistic study and also science quantum mechanics those things from all the aspects to understand Buddhism may be required it's very meaningful and in our life we may have opportunity to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us happiness but through meditation and making great aspirations we can be very happy not only this lifetime but also all the lives to come and there is a prayer which is called the King of Aspiration and also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name it's called Somatabhadra's Great Aspiration in Action that prayer is very wonderful and that one is very good you can use that one for making great aspirations but also I think a beginner's route for you to learn is the sutra of the King Virtuous Action and that one you will find what are the ten non-virtuous actions that we should abandon and what are the ten virtuous actions that we should adopt and if we understand this I think anyone in this world will be benefited otherwise our life will be very suffering so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 world will be important in that a way for you to study and it will be beneficial not only for this lifetime but also lives to come in other future i can everyone so i know in and you are still on the right i can anyone i can any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